農田家的发展不是偶然 它承载着整个中国从狩猎到农业 再到进行的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缩影 这里的人们顺应时代的潮流 求新 求变 求发展 让这座古镇从千年的山林 走向现代的平原 现代的都市 如今的野山观更加开放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教育方式也走进了山林 位于老街上的野山观民族中心小学 已经是当地的重点小学 吸引了不少周边乡镇的孩子来这里求学 你想了解西南卡布吗 想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点 更多的东西在这里边哦 让你们自己去找他写 家住老街的谭桂平是一位语文教师 为了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他一直在探索新的引导方法 谭桂老师当初怎么想的 培养孩子的越对兴趣 现在的孩子好像回家做完作业 就沉迷在那个手机游戏里边 这样让孩子们或多或少的 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 我想阅读是可以带给他们一些正能量的东西的 从他们的兴趣培养 道德滋养 知识的拓展等等 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他们爱上阅读 一次偶然的机会 谭老师在网上了解到阅读存折的方式 他深受启发如获至宝 让孩子们把自己的阅读累积量记录下来 比如说他昨天读了五百 今天再读五百 就有一千的存折量了 阅读存折让孩子们充满欣喜感 他们每周都非常有投救感 拿出自己的存折 比比谁更富裕 阅读存折已经写了两本了 总共加起来读了47万多字 兵才师教 忠实打变的教育方式 使得野三官人才辈出 他们从这里走出大山 活跃于各行各业 但是无论离家多远 在他们的乡愁中 总是少不了对老街的记忆 2018年初冬 生活在北京的作家叶美 又乘坐动车回到故乡 现在有了一万铁路 有了高速公路 感觉到我们好像跟这个家乡的距离 就在一夜之间 2009年 一万铁路铺轨进入野三官时 叶美就以此为题材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 火车开进野三官 四里行间充满了对故乡的自豪和倦念 每次回来 叶美都要到处走走看看 这次她约上老家的表妹 一起去老街逛逛 吃什么 你看这边现在这个人家 因为这里不仅是 不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也是她生命开始的地方 我太喜欢这个碑楼了 我到家里 我们现在家里还有这个碑楼 是因为我那个老母亲 她就特别喜欢碑楼 哪怕在北京 她去那个超市里买东西 她都要背这个碑楼 背东西 背上 然后别人就 别人就那个 很惊讶 在北京就看着她说 你这个东西好 你这个叫什么 她说碑楼 是我们那个 湖北恩师的碑楼 虽然离开故乡多年 但这里的一切 都让叶美倍感兴契 这个小街 它带给我的感觉 永远是熟悉的 但又是陌生的 就是每一次来 它都有新的变化 而这个新的变化 它带给我一种新的力量 和新的指引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油脂 我的家乡在变化 我的根脉 在不断地更加强壮 更加有灵性 那么我个人 我将吸收这些营养 叶美把她的作品 称为根系创作 在她的作品中 永远潜藏着家乡的根脉魂 沧海三田 日新湖壁 从过去到现在 一条千年老街 在农耕文明中 寒山起步 在商业文明中 华丽蜕变 在现代文明中 反复归真 空时达变的精神 始终流淌不息 成为这帮水土 拥抱活力的 奥秘存在 今天 词图 我渴望 时间的远方 被艺术童年的光照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